苹果最新旗舰机iPhone X 内建Face ID 刷刷脸就可解锁或支付 那么Face ID是怎样运作的呢? 在i10萤幕顶端有一组Toot Desk相机系统 包含多种光学元件 脸部辨识第一步骤就是图像捕捉 当脸部靠近萤幕时 距离和环境光感测器会先启动 判断需要多少光线来进行辨识 接着泛光感应元件 投射红外线在使用者脸上 点证投影器再射出3万个红外线光点 描绘出3D正列图像 红外线镜头再捕捉 由脸部反射回来的正列图像 有了图像接下来就是进行验证 正列图像回传到i10处理器的神经引擎区域后 会由处理器建构出使用者3D图像 处理器再把这图像和原先注册图像进行比对 判断是否为同一人 专家说两个图像不可能百分之百相同 手机以0到1数值来判断 越接近1越相似 大概0.5到0.6就可解锁 所以刚起床用手机也OK 如果要进行支付认证 那就要严格些达到0.9以上 才不会被盗用乱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